李敖有话说 我们俗话讲 人心不足 为什么不足 因为有些人他野心勃勃 他力争上游 他坐这山 往那个山 有一种人是如此的 譬如说 有很优秀的女人 财女 他做了财女以后还不够 他还想做美女 另外 还有一种人他是美女 他觉得不够 他想做财女 大家要看看他们 照片吗 这个人 就是陈文倩 看到没有 这个人 就是我前妻 胡一梦 我跟陈文倩讲 我说有人是财女 想做美女 失败了 陈文倩 就是你 有人呢 美女想做财女 也失败了 胡一梦 我讲话 为什么这么刻薄呢 因为 的确如此 出于这一点 电影明星 连的二好 又有名 出道以后 东张西望干嘛 就想找到个 有钱的老公嘛 比他矮他也嫁嘛 像林青霞 就是个例子嘛 对不对 我们觉得 哎呀 好可惜啊 就是 可是为了钱 他们都会 可是胡一梦不会 胡一梦 头脑好 胡一梦 有文化 走向文化 可是 我必须说 胡一梦 想做财女的机会 有的 在跟我 那个交往的过程里面 我们先同居了一年 后来结婚 三个月就离开了 他离开我以后啊 我告诉你 离开了光明 走我们入魔 到今天为止 虽然他也是 所谓的作家 荒腔走板 这就说 他作为一个财女 失败了 结论是说 财女想做美女 失败了 向陈文倩 美女想做财女 失败了 向胡一梦 有一次我跟 陈文倩聊天 陈文倩呢 大学刚毕业就认识我 我们在台湾办第一个 对付国民党的 这种杂志 周刊 陈文倩 他大刚毕业 就认识我 他跟他男朋友 男朋友 到我们一起来办杂志 所以我很早就认识 这位有财气的女人 我跟陈文倩说 我说你们这些有财气的 优秀的新女性 男人窝囊 你们欺负男人 男人不窝囊 你们跟男人整天吵架 你们不会跟男人和平相处 你们这辈子没有好下场 你们所有新女性没有好的婚姻 没有好的下场 陈文倩说 李大哥啊 你说对了 我们这些女人都没有好下场 可是我们再坏的下场 最坏的下场 也不会比嫁给你更坏啊 所以陈文倩真的会讲话 嫁给我是那么坏吗 嫁给我是那么坏吗 胡云梦 我们离婚以后 到1980年离婚到现在 26年了 他没有再结婚啊 胡云梦很聪明 他知道 他不适合 一个婚姻生活 为什么呢 因为 你做人家老婆 两天半就变成魔鬼 谁是受得了你啊 别人会知道 我想魔鬼自己也会知道 胡云梦到今天 53岁了 为什么不再结婚 我李奥后来结婚了 到现在 我比我太太大30岁 我比我小女儿大60岁 比我儿子大58岁 我们现在 我没有再离婚啊 我结婚 我第一次结婚 跟胡云梦第一次结婚都一样啊 我们都第一次结婚 可是胡云梦到今天为止 不能再结婚了 而我 这个婚姻 到现在 还在啊 证明了什么 事实证明了什么 事实证明了 有一个人不适合过婚姻生活 而那个人 对不起 不是我 那如果是胡云梦 这个真相 我们在他的书里面 或在《鲁玉有约》里面 我们看得到吗 看不到 真相都遮盖了 一切的罪过都在李奥头上 不是吗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谈谈一些事情 我李奥哪里是那么好讲话的人 我要把他可能真相 把他适度的说出来 虽然如此 关于胡云梦的一些优点 我照样的赞美啊 大家看过这样照片 就胡云梦的照片 我跟大家讲 胡云梦是我所看到的美女里面 唯一一个 又能穿中国的古典的衣服 好看 看到没有 穿 唐装 穿洋装 她也好看 这是胡云梦当年穿洋装的一个照片 她也好看 有的女孩子啊 穿洋装就不能穿中装 穿中装就不能穿洋装 好不说林心霞 林心霞穿中装不好看 穿洋装是好看的 可是能够 滑洋杂处 两种装都能穿的 都好看的 就是 胡云梦 胡云梦的古装 细装照 可以看到她的一些细装照 她是非常好看的 一个女人 看到没有 我没有完全骂她啊 我也在赞美她 可是我告诉大家 除了好看以外 还有什么 除了好看以外 很多情况 就不是外人所能了解的 这就是我跟大家说 当我们谈到了 一对男女离开了 听到的都是女方 拼拼骂这个男的 我就不服气 为什么我寥寥被人家骂 我就会回骂过去 这就是我李奥干的事情 我不是那么样一个 一个内来顺受的人 可是我得讲一遍 当我把这个话 还回去的时候 一定是凭证据 没有证据是不可以的 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则 我顺便给大家看一几张 这个胡亦梦的照片 这是一个她的 这个唐庄的照片 她看的是这些绣片 胡亦梦喜欢中国这些 古典的东西 这些绣片 这是胡亦梦的一张 这个唐庄的照片 大家看 很可惜 现在53岁了 很可惜 这是她当年的一张 这个洋庄的照片 胡亦梦 浑身都是真的 双眼皮是假的 所以她的眼睛 双眼皮是在日本搁的 搁得很成功 她也不否认这一点 对对 这双眼皮是假的 她现在都是都是真的 这胡亦梦 给大家看看 我手里的一些她的照片 这是胡亦梦 她的这个 唐庄照片 这是我们在这个恋爱中的照片 这个她跟我的照片 这个照片 我们离婚以后 我在报上看到一个广告 那是离婚以后 我看到一张照片 还不错的 就是胡亦梦这张照片 她去给一个化妆品做广告 这就是胡亦梦的这个 阳庄的照片 大家看到啊 我也讲她好话 我也在美她 所以不要以为我讲话都是 在跟前妻对干 不是的 我只是说 我觉得很可惜 胡亦梦有很多很好的条件 可是呢 她走火入魔 最严重的一点 她迷信 我们又看不起 妇女同胞的意思 我在小的时候 在北京 听到我的长辈 像我的爷爷啊 我的爸爸他们讲的话 我们在老家的东北 中国东北啊 有那种叫胡仙 就黄鼠狼啊 黄鼠狼 一个迷信的这种故事啊 我们血毛鼻子啊 狼嚎啊 那个狼嚎就黄鼠狼的毛 狐仙 可是在那个老仔里面 在古仔里面 跟狐仙有交道的人 看到狐仙的 迷狐仙的 性狐仙的 大部分都是这个 宅里面的妇女 这个意思是说 女士 比较容易 接受 一些迷信的现象 没有看不起人的意思啊 只是说 有这种比例 就这样子 很不幸的 胡仙梦是个迷信大王 极为迷信的一个人 这胡仙梦啊 他的这个 他的迷信 是相信很多的怪力乱神 我跟他离开了26年 现在胡仙梦也 有点 中年以上的 不像以前那么好看了 可是呢 我也必须说 我们不要忘记 胡仙梦曾经好看过 胡仙梦的特色 我告诉大家 告诉你 大听广众 多少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第一个看到的 就是他 我们讲那个 出色啊 就这个人长得很出色 那不算本领 夺目 他把你的眼睛 目光给抢走 不是出色 而是夺目 胡仙梦 有这个条件 所以 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国民党抵制他 电影也不给他拍 因为当时 台湾电影啊 被 中央电影制片厂 中影 国民党党营企业控制的 不给他拍电影 也不让他参加 什么金马奖 大家想想看 一个电影明星 失掉了拍电影的机会 他会不痛苦吗 他会不闹人吗 可那个时候 是谁 最后面 总指挥 来对付 聊的 打击胡仙梦的 你们要知道他是谁吗 他的名字 当年是 国民党的新闻局局长 也是国民党的 中央 宣承部的主任 就是文工会的主任 他的名字叫做 宋楚瑜 所以 今天宋楚瑜 大家变成好朋友 想不到当年 就这么一个杀手 就是宋楚瑜 胡仪梦 有一次 中国时报的老板 余记忠请吃饭 胡仪梦 我宋楚瑜 大家都在一起吃饭 我就私下里问宋楚瑜 为什么你们这样子 打击胡仪梦 不让他 主持 金马奖 宋楚瑜小声跟我讲 说胡仪梦的英文 不够好 怪事了 跟我离婚以后 立刻就主持金马奖 英文就好了 可见 国民党在胡扯 大家看 这是金马奖里面 胡仪梦的造型 就是 我们离婚以后 这个照片不够清楚 这就是胡仪梦 他非常的 这个 这就是胡仪梦 金马奖 这就是金马奖的胡仪梦 他的非常的 出色 并且艳丽 可是 对胡仪梦说起来 这也就是 最后的 谈话一线 他不太有戏拍了 按照他的说法 他在33岁 他就 从这个 从影 在电影圈里面 待了15年以后 他就退休了 他就开始 走这个心灵的 文化的路了 事实上 我跟大家也讲了 他不太 有戏拍了 就是电影明星 我们讲的话就是过气 这就是 过气的一种 所以大家看到这些照片呢 还是 现在看都是当年的 这个老照片 给大家 今天特别给大家看一下 这些照片 这个也是 都是那个当年的 一些照片 胡仪梦自己迷信 还不过严重 他对我这个反对 他对我的看法 是怪异的 什么怪异的呢 看到没有 他说 李敖很怕冷 李敖对冷的抵抗力很弱 所以呢 胡仪梦 他在自传里面讲 回想他 就李敖 当年的寒冷恐惧 令我 就令胡仪梦 不禁怀疑 他就李敖 根本是 灵学 和超心理学中的 所说的 灵媒体制 我看了一会儿 胡仁 都起 起雞皮嘎打 他把我当成 一个灵媒式的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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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定的 你说 我说他妖望 你去说妖望 我这么样的 头脑心的人 他都这样子解释我 所以我说 这是这个 有的时候解释不清的 我看到这个照片 觉得好好玩 这个电影 一个电影广告 叫做 邪气逼人 这个 妖 我写下 邪气逼人 我写了四个字 妖望上身 这是 胡仪梦 是个妖望的女人 虽然 大家 不觉得 因为 他的 美丽 跟他那种幽默感 跟他那种 谈吐 把这些都 遮盖住了 我再讲一遍 在大庭广众里面 你第一个发现 你眼神被抢走的 目为之夺 就是胡仪梦 他是这么样 优秀的人 所以 养成了他 不知 天高 地高 的 习惯 我跟他 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出来 走路 碰到记者 我过来 有的记者 跟他 胡娃姐 我们可以不可以 做个访问 我告诉你 他的表情 没空 态度之傲慢 待人之不友善 我理由做不出来 可是他就这样子 这也是 就是所谓的 大牌电影明星的 这个气派 就这样子 所以我说 想起来有很多 这种有趣的事情 后来 胡仪梦送了一个 他喜欢 中国的古典的东西 送了一块古玉给我 这个玉还蛮 蛮好的一块玉 这个玉给我 这个玉很好玩 他送了 付了定金以后 他妈妈控着他钱 他没有钱了 他每一次 电影明星赚的钱 都给妈妈拿跑了 他没有钱了 结果还要 这个尾款 还是我自己花钱 把它拿回来 就一个古玉 一个古玉 这个 就要有古玉 在帮助慰安妇的时候 我把他拿出来 一脉 并且声明 这是胡仪梦 当年送给我的 类似定情的礼物 所以呢 他 很值钱 我们为了慰安妇 要一百万 把它卖掉 后来呢 有人出了一百万 把它买走了 就是这个古玉 可是这个故事 告诉大家 就是说 胡仪梦送我的 最后一个礼物 也是最珍贵的 一个礼物 为了救这些 慰安妇 伯利奥拿出来 把它 卖掉 换句话说呢 我跟他这种 一些有形的 这种 纪念品 在这次 易卖的活动里面 也代表了 一种切割 就是说 我不要再保留了 我曾经看过一张 报上登的一张照片 不知道怎么照了 这么一张照片 就是 他 这是我 这是胡仪梦 可是这个 这张照片 我觉得蛮奇怪的 他这个 好像是那种 那个 雕 雕 雕蟹已去的 那种 那种 造型 这个 这么一张照片 我觉得蛮 蛮有趣的一张照片 这就是 我跟他 这个一些 所谓的 这个姻缘 这当时 卖掉的这个记录 在这里 看到没有 这就是 编号100号 卖100万 就是胡仪梦 送给李奥的 一个古朵 就是这个 当时100万就卖掉了 这个记录 给大家看 你们会觉得 很吃不消 就跟李奥 谈话 或者看李奥节目 他处处拿出证据来给你看 证明什么 证明他 每句话都是真的 真到你 变成负担 真到你觉得 吃不消 觉得 怎么这么样恐怖 就这样子 我记得我干的事情 一样一样证明出来 所以我说胡氏 就说那个胡云梦 他做 心灵的指导师 他有问题的 为什么 请看 美男新闻 忧郁出一梦 忧郁症复发 你有一个 有忧郁症的人 你怎么样指导别人 做心灵指导师呢 这个时候我说他 他有他的困难 可是这种东西 这种困难 当我不把他证据 拿出来的时候 大家也不相信 为什么说他不可以 所以作为一个 作家的胡云梦 我曾经举例 证明他出了问题 他的文字上有问题 他的抄别人东西 抄袭有问题 他的翻译 程度有问题 作为一个心灵指导师 他本人 某种程度的 也需要知道 想起来是个悲剧 可是这个悲剧 对不肯自杀的 美女电影明星而言 早晚都要发生 今天胡云梦发生了 他妈妈留过他的钱 也被他折腾光了 他的情况很惨 他有时候给人家讲课 讲一堂课以后 台币250元 合到人民币不到70元 所以我认为 他的情况也不好 可是能怎么样呢 能怎么样呢 这就是美女的下场 不是吗 感谢观看 会更多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这就是美女的下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